結合在地圖文化 強調一種在地圖文化的選擇 藝術家楊鼎憲先生 為大家導覽最新的系列創作 直接在浮游畫當中 色彩花花綠綠十分燦爛 只要再靠近一點就會發現 原來這幾幅作品 都是由大大小小的蝴蝶所構成 每隻蝴蝶畫功精細 曲曲如生 彷彿順勢都會飛出眼前 這次的展覽作品 包含了大型的雕塑 還有一些裝置藝術 還有外面的蝴蝶貼幕 甚至結合一些文創的商品 像鞋子衣服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它變成一種面向很廣的 然後可以跟民眾很接近的藝術展覽 台灣素有蝴蝶王國的美稱 楊老師利用油彩繪畫的方式 真實呈現每隻原生種的蝴蝶 為了表達自己對這塊土地的熱愛 在部分畫作當中 甚至把蝴蝶翅膀畫成台灣的形狀 藉由諧音表達 聽起來就像是蝴蝶台灣 希望能為台灣祈福 這個萬化筒形式裡面 我呈現一種東方的人文思想 用一種外圓內方的概念把它延伸進去 把這個限碟修飾成台灣的形狀裡面 我們可以仔細看到一下 它裡面的形狀 還有它的斑紋 是非常的繁複的 然後一層一層的層次 不斷的堆積不斷的累積 一層一層的 不斷的把它修飾出來 一支大概要花多久的時間 你算過嗎 你這幅畫花多久 大概將近兩年 佩額戶外展出 楊老師也製作大型的裝置藝術 要和來網遊客進行互動 並且邀請大家共同寫下祈福心願 這些作品從今日起 將在前美術館展出到3月3號 民眾不妨千萬參觀 記者洪佳洪特殊純老